昨天公布的2017年裁案 政府提供给各原留学校的维修拨款 从今年的4亿1900万令吉提升到6亿令吉 其中华校、淡校、全技术学校、宗教学校各获得5000万令吉 国小则获得2亿5000万令吉 不过独漏了国民型中学 教育部副部长张胜文今天在汝莱出席活动时透露 他会尽快和马华中央领导层 包括总会长纳都斯里廖中来 以及熟理总会长纳都斯里·魏家祥 商讨如何协助国民型中学争取足够的拨款 再将最终议案提成给内阁 虽然这个预算里面没有特别的提名 内阁部长还是可以在内阁里面向首相商讨 看怎样的方式来继续的来协助我们的国民型中学 张胜文指出教育领域需要大笔款项 因为国内有很多学校需要维修 才能保障失伤安全 八度空间林晓彤 深美朗鲁来报道